結果成杯全國少棒競標賽 A組敗部戰況 台中市跟新竹市的交手 二局上先看到台中市的蔡隆安 看準第一球出手 結果一棒直接出了群隊打牆 台中先以1比0 先取得電 先想輪到何成學 要來建功 這球撈起來 小白秋又一次出了群隊打牆 幫助台中再添一分保險 自從來又因為對手抱頭 讓台中並不協任取得3比0的領先 那今天扛四番任務的何成學 5局上又有他的盡頭 這次小白秋一樣飛得很深很遠 雖然在群隊打牆前提早落地 但這是一支二連安打 個人單場兩支安打都是長打 之後也在隊友護送之下 成功回來得分 同一時間何成學還當工 今天第二任投手 全場駐頭1點2局 被新竹攻回1分 飛字則分 只有其他投手 也沒再讓新竹市攻回任何分數 中場台中市以4比1贏球 睽違四年重獲 四強資格 新竹市輸掉比賽 至於新竹縣則是要和台北 市上演B組敗部冠軍陣 身為衛冕軍 台北市一局下就發起猛攻 兩人在裡接會 張恩碩大棒一揮 小白球朝著中間方上 一路飛飛飛 最後順利出牆 一棒幫助北市3比0 先去得電 之後北市又接續5張打串聯 單局一連打了十一個人次 猛貫起分大局 開局就取得大幅領先的北市 接下來持續攻城略地 全場狂敲16張打 其中開紅的張恩碩 五下又敲出安打 送回三壘上的隊友 登場找出3M大勝 貢獻4分打電 幫助衛冕軍台北市 5局都還沒打完 所以14比4提前收工 辦到新竹縣順利晉級 圍區台總和報導